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带了一对乾隆时期的法郎彩的碗 大家猛一看就知道 这件法郎彩碗 它的白 它为了让这个法郎彩在白色上面 衬得特别艳丽 所以它这个瓷器的白是特别白 白是有目的的做白 下面是大清乾隆年制 六字双圈款 法郎彩的主题论 画了一对富贵鸟 然后有牡丹花 一切 一切的一切 体现出乾隆对自己的国家 对自己当皇帝 这一段时期对国家的贡献 所以一切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的 烤是包的黄金 底也是包的黄金 是一对非常考究的 一对丸 这一对丸 它主要是用来歌颂自己的国家 那个时候的富贵荣华 是对他来讲 是有多么的重要 再一个 大家一定要记住 大家 我在前面也讲了不少 乾隆的 关于乾隆的对评 这是一对丸 他都有一定的知识 这个知识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有一个略高 有一个略低 包括所有的对评 都是一个略高 一个略低 因为 他出的东西 反映那个社会的现象 一阴一阳 所以这是清代的标准 如果没有了这东西 这就有问题了 所以说 这是一对 乾隆时期留下的 非常珍贵的一对丸 还有一个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一个看乾隆的东西的一个标准 我们如果拿起手电筒 从里往外看的话 它的颜色 上面白 下面会发青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厚度不一样 上面是 拉上来是最薄的地方 最薄的地方 一定是最透光的地方 下面一定比上面厚 所以下面的底足地方 是发青 这是规律 因为它不是机器做的 如果现在机器做的 刀从下面一旋 旋在上面 都是一致的 所以颜色也是一致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